各位投資朋友 JQ2020年9月27號星期日 感謝你收看前進週報節目 今天是週末假日 我先祝福投資朋友 週末愉快 我們這週週末節目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來我們對於行情一些看法 以及策略的部分 台北股市在上週連續5天的一個拉回 我想這個拉回會有很多的同業節目 來告訴投資朋友 這個拉回是機會 你要找買點 有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說 有沒有先帶你做減碼 如果沒有帶你做減碼的話 會員哪有這麼多的資金可以去買股票呢 那短期行情的結論 我們先跟大家談到 就是融資斷頭 那股市就做反彈 接下來的一個操作策略 你要去鎖定一些成長的產業 以及擊敗大款的股票 那我們待會也會跟大家列舉 以及讓股票跟大家做分享 那融資斷頭股市就反彈 在這個9月9號的這個地方 也有出現過一次 那這兩天呢 你可以看到在週五的一個融資的部分 這個是上市 呈現大減 那僅次於這個8月20號 當時融資減少的金額 那貴買的部分 也都是呈現一個大幅度的減少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在週五的台子夜盤 反而是呈現一個上漲 那你是訂閱我頻道的忠實粉絲 我想我們節目上都有跟大家預警 這個行情該注意的事情 現在的資金行情沒有錯 資金很多 但是大多數的一個投資朋友的操作是 比較沒有信心的 尤其在大戶的操作 所以我在8月底跟大家強調這個行情 你現在不要用融資去買股票 我們當時用帆宣跟大家去舉案例 同時也跟大家講到這個 股王大力光 很多的投資朋友都是在8月6號看到這個利多新聞 因此呢就在這個地方 將吹在4200塊附近的一個大力光 但是最後的一個股票呢 是反而呈現拉回 而且這個拉回過程當中 融資是不斷的做增加 週五的部分 反而是形成一個破底 那如果說你是加入我LINE的好朋友 哪些股票信用籌碼裡面有問題 包括像大力光的部分 那你第一時間就會知道了 那在這個地方 如果說你有個股的問題 我邀請投資朋友 你一定要加入我們LINE 我們ID是小老鼠會選TEC 或者是你掃瞄這個標籤 詢問個股的話 你把你的股票跟電話留下來 我們會透過我們的系統 來協助投資朋友 那我們在6月7號開始跟大家談到說 台幣這個生破的關鍵的一個支撐價 資金的行情正式啟動 同時我們在這個6月到8月中旬 一個關盤重點 就是在科技類股的NADA 跟美元的部分 NASDA的一個關鍵的一個點位 就是在11000點 美元的部分 就是在94塊錢的這個關鍵的一個頸線的位置 那在9月23號 我們跟大家去說明到說 這個美元的部分 它突破了一個頸線 突破頸線之後 我們跟大家去修正 我們在8月中旬 針對這個美元走勢的一個看法 原先我們在8月中旬跟大家談到說 美元這個弱勢 我們評估會 持續到美國總統大選那附近 那在這個9月23號 突破這個頸線之後 我們跟大家去修正這個看法 因為美元轉強的話 那代表說這個股市的一個整理跟修正 它是提前到來的 我們修正這個看法並不是去看空行情 那這個轉強它是短期的 中長期的部分 美元的一個前坡的套牢頭部非常的大 到一個相對壓力的位置 它還是很有可能會做一個回落的 所以我們在今天跟大家談一下 我們提到這個NASDA跟美元的這個重點 NASDA的部分 即將要開始向下去做扣低的動作 所以接下來月線它會往下壓 那如果在這個往下壓的過程當中 NASDA一樣可以守穩在1萬億這個地方的話 那這個整理的部分 相對上就是個強勢的整理 那美元突破頸線之後 往上去做一個反彈 那你可以看到 美元在週五的一個部分 也是呈現收漲的 上方的一個壓力點 就是在96.2這個地方 短期的部分股市會震盪 但是美元如果漲到相對壓力區 其實你還是要找買點的 我指股票的部分 那為什麼最近的美元會呈現一個轉牆呢 那我想我們在前兩個禮拜都跟大家談到了 重要的就是在於 美國的一個總統選舉的不確定 川普的民調首度操扯拜登 那目前的一個高盛的報告 也提到川普勝出的機率相對很大 選情的部分是呈現一個膠著 讓這個市場上的資金 開始流向美元的這個避險性的資產 所以這個也是股市動盪的一個原因 所以邀請投資朋友 你可以在YouTube這裡點選 訂閱我的頻道 那訂閱之後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行行重點 我們都會陸續在節目上 跟大家立即的做個更新 那下半段我們要跟大家談到說 短線的部分 融資斷頭股市呈現反彈 台北股市有守住這個區間的下緣 所以接下來的操作策略 我們跟投資朋友建議 你要鎖定成長產業 以及擊敗大盤的股票 那相關的個股部分 我們有準備給我們的會員 那我們是不是帶會員朋友操作 是先有解碼再談所謂的買點的問題 我們在9月初就告訴會員朋友 接下來一個行情 這個是一個經驗談 這個台北股市 接下來有這個中秋的連續性假期 包括這個美國總統選舉的一個因素 過去的一個長假 跟這個總統選舉的部分 都會出現一個大家心裡面的因素 就是資金的部分會提前去做退場 所以我們在9月初就告訴會員朋友 我建議會員朋友 把持股比重去做個降低的部分 所以9月份包括9月10號會員 我都持續性的告訴會員朋友 9月21號我是跟大家談到 資金面無語 但是心裡面它是需要修正的 所以台北股市上週的一個整理 我們跟大家講這是一個短期的整理 並不代表說去看空行情 9月21號的一個盤中的工具 早上9點半我告訴會員朋友 祭底控制檔數跟調整資金的一個策略是不便的 因為這個市場上如同我們預期的 美國這個選舉的一個之前的一個亮縮觀望是持續的 當天盤中有一些訊號 當然我們就在當天帶回門做個股調整 所以很多投資朋友在個股的操作上面 我們跟大家講到 為什麼我們不斷強調說 我不建議你在看節目去跟單去操作股票 因為大多數的投資朋友是不會去做到所謂應變處理 尤其資金行情波動都這麼快速 在21號的一個星期一 當天有這樣一個訊號 所以我們帶回門去做一個調整持股 就是個股的部分呈現一個轉落一個訊號 包括我們獨家數據的籌碼線 在當時9月21號的當天 你可以看到上市櫃的部分 短期的籌碼線它都已經跌破到50以下 跌破50代表說市場上 在最近去買股票的 大多數都是呈現一個套牢的情形 所以跌破50這個是一個訊號 那過去這段時間 為什麼相對不好操作 也都是因為籌碼線大多數都是在50以下 所以操作部分 我們帶回門操作是相對上比較保守的 所以21號有這樣一個交易訊號之後 你可以看到上市的部分是連續性下跌 包括貴買的部分也都是呈現一個連續性的下跌 9月21號跟大家講到出掉了哪些的股票 2353的宏跡 我們跟大家講到說25塊以上 9月21號我建議會員沒有做出場 我們在節目上公開講 其實接下來的一個時間點 宏跡都有在25塊錢以上 週五的宏跡呈現一個重作 同時在9月21號我們跟大家講到3189的景碩 我們建議會員朋友在68塊9 69這附近去做出場 發完訊息之後 會員朋友都有機會出在69塊以上的一個景碩 那到最新的一個景碩的報價 你可以看到在上周五 最低是跌到了61.3 那这些股票我们其实都有看到它的理由 我们当然也都没有看坏的 一个行情出现变化的时候 必要性就是做一些应变的操作 包括周三的一个反弹 我们在周二就已经提前跟投资朋友预告 建议有拉高的部分要去做反弹 做减码动作 所以9月23号的一早开盘 我们发现这个成交量不足 尤其美元在当天的一早 就已经突破了94块钱的颈限 所以我们的普通会员包括高价主的会员 我们都有建议会员去做一些股票的出清 跟减码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行情减码 并不代表说我们去看空台股 我们在这里还是要跟投资朋友强调 台北股市的行情我们看法仍然是中堂多 是看法不变的 台北股市接下来其实是没有悲观的理由 各大的信贫机构把台北股市的一个 2021年的一个成长性都是向上去做一个提高的 那包括我们财政部长提到说 台湾的一个债务的问题 其实没有像国外的这么严重 所以台湾的股市绝对是新兴市场里面的首选 那包括很多的产业 因为台积电的一个 制成的一个领先 先进的一个技术 所以在这个中美贸易的一个对异之下 其实很多的一个 外资都要来台湾做投资 包括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些科技类股 也都回来台湾要去做一个 设厂建制的部分 遇到这个环境不好的时候 你越是要保持正向 我们在9月12号也跟大家预告这个趋势 那这个趋势 对于投资朋友来讲是个机会 那有些个股的一个科技类股 转型太慢的 那当然也会面临到所谓淘汰的命运 我们跟大家谈到就是供应链重组 美国跟中国的部分会各组不同的一个供应链 那到最新的新闻 你可以看到到 iPhone的一个供应链 开始形成两套 美国的国会要提拨资金 去补贴半导体 所以半导体的部分 它仍然是接下来的一个主流 那台湾的部分也刚好都是半导体的一个科技重镇 那多头条件不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于说 联准会的这个货币宽松 除了要把零利率维持到2022年 目前也提到说到2023年之前 可能都不会做升息 那同时在这个政府的一个财政政策的一个状况 鲍娥是提到说这个纾困方案是有效的 建议政府是去做加码的部分 所以后面的一个经济数据如果开始做好转的时候 投资朋友你才要开始去买股票的话 那相对上就会比较慢一步 那重点是说在上周五的一个行情 往下重挫的时候 大家恐慌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讯息指引你在这个地方 你应该要冷静呢 在周五的我给会员朋友盘中讯息提到说 11点多我提到说在这里还是会有个股停损的卖压 在这个中午12点51分我告诉会员朋友 融资今天应该会持续性的减少 容易见到一个恐慌的低点 那我们已经有提前去做好资金控管跟一个减码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建议会员朋友要保持冷静 所以我们发完讯息之后你可以看到台北股市上市贵的部分 就呈现一个拉尾盘 所以盘中工具非常的重要 而且在这里的一个个股的布局 我建议投资朋友一定要超前部署 我们今天跟投资朋友分享一下 接下来操作有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说这个箱形有没有守住 箱形有守住的话策略是不一样 那箱形跌破 另外一个操作的方式又是不一样的 那目前我们比较倾向于这个箱形的部分是会守住的 因为这个拉回过程当中融资是有呈现一个停损 那我们跟大家讲到说接下来一个操作策略 以及我准备给会员的投资名单 产业一定要成长 而且个股的走势一定要能够击败大盘 我们用这个金像店来跟大家做举案例 为什么要跟大家讲到说用金像店呢 在今年的一个二三月份都发生了一波股灾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会看到说三月份 这一波股灾的下跌 金像店反而是比大盘要更强 而且在当时的一个 1月底暴跌之前的一个高点 金像店是已经占回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击败大盘的股票 那当然产业面的部分它是成长的 所以投资朋友 接下来的操作 我们就是透过我们大数据 去选择出来 相对应的股票 所以我们在这里准备了一个清单 那这个也是我们看好的一个产业 我今天也跟大家做个分享 我们跟大家讲到说我们相对像现在看好的产业在于 这个IC半导体的部分 笔电的缺货 WiFi6以及车用特斯拉相关以及PS5 以及我们原先跟大家讲的背光族群的miniLED MicroLED 所以从这个产业族群里面是我们看好的 那从我们大数据里面去精选出来这些股票是击败大盘的 我们列举一档股票来跟大家讲 那这档股票相对大股本 所以我们认为公开讲应该是没问题的 你可以看到联电的一个股价 台北股是这个震荡的箱形区间 那8月20号是相对低点 台北股是目前在这个8月20号这个低点附近 那你会看到说在这个箱形区间里面 今天的股价明显性的是在箱形区间的上缘 所以他就是目前是击败大盘的相关个股 那看好的理由呢 其实当然跟最近的一个 美中的一个贸易的一个冲突是有关系的 美方要去制裁这个中芯半导体 所以台湾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金元代工的部分 就有呈现一个受贿 所以一个事件他会有受害跟受贿的一个 一个相关的一个族群 你要如何去找到受贿的公司 那当然就是透过大数据的部分来帮助大家 那以及我们在8月20号跟大家预告的这个 暴跌并买股 后面我们跟大家暗示这个是背光的族群 那当然背光的族群很多投资朋友有猜出来 那背光族群是哪些股票 最近这些公司是有呈现拉回 但是我们跟大家谈到一个产业趋势 这些产业你到底用什么样的角度去操作它 如果说你只是看一个短线的一个交易 那我觉得你要去做什么股票都可以 但是我们跟大家讲的都是一个波段产业的主流 你可以看到像小米的部分 开始要发展这个miniLD的8K的电视 那也是即将要量产 苹果的部分的一个手机 包括像iPad的部分 陆续在年底 都要采用所谓miniLD 这个都是明年高度成长的产业 所以台北股市在重挫拉回的时候这些的成长产业 当然是你买进的机会 那重点是说你要如何去做一个 资金的控管 然后这些产业你要怎么去分批布局 该用多少的资金比重 那我想这些都是需要一些 专业人士的一个数据 包括我们的一个看法来协助投资朋友 所以这些产业的一个成长性 都是看好不变的 那观看投顾节目该注意的事情 我们在节目上都有跟大家做过分享 节目上一定要先预告 有绩效一定要拿出证据 就像我们节目 5月23号跟大家预告 我们看好远距离办公 当天跟大家讲到两档笔电的股票 一档是宏基 一档是华硕 华硕当时股价是204.5元 会员朋友买进的一个华硕穿价证据 我们在节目上都有讲 所以我们是不是先预告 然后在八九月份跟大家强调 这是资金行情 资金行情你要做有价有量公司 因为这些股票震荡之后都能够快速回省 我们在上周跟大家讲到 我们会员朋友有去减码股票 但是你可以看到 华硕的股价 相对上非常稳定 在周二都还是有呈现一个创新高 然后宏基的部分是在16块1 跟大家去做过预告的 同时会员朋友买进的一个证据 16.35以下的买进 包括17块多的这个地方的加码证据 我们节目上都有跟大家做过分享 7月20号的宏基 连续拉出了两根涨停板 那包括8月20号台北股市跌600多点 宏基也有受影响 但是隔天 宏基的股价就快速性的回省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到你要做有价有量公司 宏基我们在21号礼拜一跟大家报告 我们会员朋友已经做出清的动作 出清我们当然没有看坏 我们跟大家讲出清的价格 周二周三周四 其实宏基的股价 都有到25块钱以上 你都很好卖 所以为什么大股本的公司 我们在节目上可以公开跟大家做分享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去喊 就喊得动的 那筹码面当然相对上也就不会乱 宏基在周五就呈现一个补跌 跌破的月线 那重点是他下个买点在哪个地方 笔电的一个缺货 我们来去看好的 所以投资表这个都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 如果你是有这些公司 我要请你可以 跟上我们的一个操作 我们待会们的操作跟选股 都是透过大数据的方式 大数据会领先 就像你在8月22号看到拜登的民调领先 基地相关绿年的股票呈现大涨 但是中时粉丝 我们是在7月29号就跟大家预告 我们看好缺点这个族群 当时跟大家讲太阳能跟风电的股票 隔天跟大家点名太阳能的元金 元金当时股价是14.75元 9月份的元金 他已经涨到27块多的这个地方 然后经过震荡整理 周二跟大家讲到 这些的产业族群 相对上很强势 都在月线之上 隔天的元金就拉上了涨停板 当天是有利多的消息 所以很多的太阳能 跟风力发电都呈现拉尾盘 但是你要看到利多才去买股票吗 我们跟大家讲元金的时候 股价是14块多 所以涨到27 28的元金 相对上你追高就会有风险 所以你追高之后 在周五的元金 盘中是触及到跌停板的 如果说你有我们盘中打行的讯息 你知道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在杀融资停损的话 相对上元金你可能就不会杀低了 所以个股操作盘中还是需要一个明确性的指引 重点是我们跟大家讲这些股票的时候 都还是在低档 8月4号跟大家讲太阳能的股票 帽迪当时股价是在9.61元 都还没有突破10块钱 一直到了9月9号 太阳能的帽迪 当时股价是26.65元 在这个位置我建议投资朋友不要参与他的紧值 从9块多跟大家讲帽迪讲到20几块钱 这个是涨幅是非常大的 陆续在8月4号跟大家讲风力发电的上尾投控 以及这个世纪钢 上尾投控当时股价是105块 世纪钢当时股价是94块钱 这些股票都拉出了波段涨幅 所以投资朋友透过大数据的部分 可以帮你掌握到 什么族群是比较合适的 而且我们待会有做操作 普通会员朋友在7月30号 我们去布局第1笔 8月4号买第2笔 8月7号加码第3笔 我们待会员朋友操作的确定概念股 3576联合再生 这个也是太阳能相关的龙头个股 我们有提供出这个对时对价的证据 买在9.05元 然后9.17的加码 9.25元的加码 8月10号联合再生拉上涨停板的时候 跟大家做验证的 这中间我们都跟大家持续性的追踪 所以我们待会们操作的股票 我们做的节目是不是都从预告 布局加码到创新高 这个才是你看投顾节目 应该要出现的顺序 9月3号的一个联合再生 盘充是最高来到13块1 所以9块多布局最高到13块1 这个大股本的公司都能够涨超过4成 这个就是资金行情 资金会很集中一个特殊的行情 大股本的公司都相对稳定 9月22号跟大家讲这些股票都是 在月线这附近的强势整理 9月23号有利多 所以联合再生拉上涨停板 那我跟大家讲到 你要因为利多才去追股票吗 当时就是中国这方面的一个利多 提到这个 2060年之前的一个 减碳的目标 所以当天的一个 风力发电 或者是他人的部分 都呈现大涨 但是如果你看利多才去追股票的时候 在周五的联合再生 盘中是接近快到 跌丁板 接下来这种资金行情 持续个2年到3年 那这个操作的部分 波动速度这么快 你一定要在第一时间 大数据有利的时候 在低档跟着我们去做布局 你有成本的优势 那接下来操作就会更顺手 所以接下来操作策略有跟大家讲到 锁定成长的产业 找这种击败大盘的股票 那股票的名单 其实我们已经有做好 锁定跟准备了 所以有兴趣操作投资朋友 跟上我们接下来的操作策略 我们公司目前有这个活动 中秋毫里198 你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跟上我们操作 不方便来电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利用影片下方这个地方 点选箭头 下面或申请表连结 点选连结右边表单 帮我正确填写 送出资料 可以体验我们最新的会影音 那持股解析我们用系统来协助投资朋友 请你把资料正确做填写 那你也可以自己来电 我们公司电话是26538299 26538299 感谢你的收看 祝您操盘顺利 谢谢